謝謝主持人主義 你講一講為什麼要幫助唐湘玄 我本來就對唐湘玄學生 一眼清楚道理 就是說我打毛球呢 見到那一位唐湘玄的世界吧 因為我的腿呢就不太好使 就跑動了 就曾經考慮呢 如果把你藥買一個綑綑 就不用上樓梯了 後來那個師姐說 你來我們那試一下 成功學員不用錢可能對你有幫助 那我說好呀 那我就去 去了大概一個多月了 每個禮拜七次 老闆好的一點點 出不了一點點 但是我在去的時候 看見那個彎琴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很少 人很多 我說是 來看病人 我 都 而那麼巧呢 我的學習中心旁邊呢 有一個地方 他們關門了 空下來了 我就想 我可以把這個地方租下來 然後呢 讓長生學呢 能多一點地方 可以跟多一點病人來治療 那不是挺好的吧 嗯 又那麼巧呢 我老爸就 其實 他就給了 給了我一點理財 嗯 我想我老爸也是挺喜歡幫 老人家 在故鄉呢 就賺了河錢 做的小學校呀 醫院呀 老人院 老人院一點 而我感到 我在熱 有沒有 平淡的時候 我是足夠的 那我老爸給我的錢嘛 我就把他用在這個地方好了 所以我就把那個地方租下來 我怎麼找郭斯坚 我找他說 有這個情況底下 你願不願你接受 還幫助我們 還願我們願你接受 給這個地方 給大家 你們就說 寬一點的地方 給你們用 是健康啊 所以說 就這樣 電腦 就說 能給長生學一個地方 多點能 能夠得到 希望得到的治療 讓他們舒服一點 嗯 我在我來講 也可以 幫我爸 做 他願意做 東西 用他的錢 做他 希望 希望看見的東西 這是你的 謝謝 謝謝你 好 謝謝你啊 希望你的身體 運氣會更好 好了 OK 那感覺不錯吧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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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打羽毛球大概沒問題 現在 剛搬了家 搬了一個 在高等點 你說說 還要爬多兩次 就很多 就是因為 你身體好了 你夠爬多五次 嗎 OK 謝謝 OK 還有這樣 因為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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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